大家好,我是罗盛 这期视频我们延续上期视频继续解说 在上期视频我们解决了 行情运行到怎样的价位我们会准备交易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解决的是 行情已经运行到了钱在开单的位置 我们如何入场,止损,止盈 也就是说,第一节视频我们解决的是 第一,第二,趋势以及价位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第二期视频解决的是 如何入场,看到怎样的结构我们会入场 看到怎样的信号我们会进单 这两天我也是对我的历史的视频进行再次的梳理 在过去,我是按照时间排序的 这样的话对最新观众朋友很不利 我现在是把Vegas均线单独拿出来 把如何让自己落地执行 如何去执行这个板块拿出来 那么后续也会看情况 再次的细分去整理 方便最新的朋友来阅读 那么我目前这个视频你看到之后呢 也会在这里再加一个板块 方便去学习 好,我们所操作的所有的结构 简而言之 分为两类 甚至只分为一类 一类呢就是我们只是做趋势发起以后的调整 调整 然后延续,延续的入场 这是唯一的交易类型 一分为二 那么总体的结构分成两类 一种呢就是牛旗 我在这里用上涨趋势来举例 就是趋势已经发起了,牛旗 然后牛旗上破 我们做三 只是说牛旗的表现形式可能很多种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横盘 牛旗横盘两个大类 只是说具体怎样横盘 具体怎样牛旗 再继续往下细分的话 可能会有五种八种甚至十种不同的结构 但是简而言之 归类就是两类 我在之前的视频没有提到这一点 也是最近我去总结去想 发现确实就是这样 只有这两类的结构我们要入 相信以这样的框架往下去学习 往深的去学习就更简单了 好,我们现在来列举一下总体的结构 然后讲完理论 随后你会用我做过的交易 来做一些案例的解说 标准的三推牛旗 非常常见 我在过去的视频也提到过很多次 看到这样的形态也是一定会做的 第一节视频讲了均线 如果说这样的形态 恰好有均线的支持 我们就会在上破的时候入场了 这是结构 入场是在它突破趋势线同时突破这个高点 这个非常关键 突破趋势线同时突破最近的小高点 高点不断下降 直到创出一个高点之后 我们才会入场 如果说价格运行到这里 突破了趋势线 但是没有创出高点 我们也是不会入的 这个非常关键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以前的例子 这个例子还是比较经典的 行情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趋势线 三点一线 三点验证 而且创新低的 那么在这里一定是上破了趋势线的 很多的博主 很多的交易者会在这里看多 当然看多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看多 但是不能做多 一定是说我看多 同时有一个走势能够印证我的观点 我才能去做多 那么就是说突破这个位置 它并没有突破 突破几次都没有突破 那么所以说呢 你可以在这里看多 但是不能做多 OK 好 牛棋 上破趋势线 上破高点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横向的牛棋 我们通常会称作收敛三角 那么这个也是我非常爱做的 如果说你是我的老观众 我大概呢 在2021年的年初 经常提到这个形态 因为最近很少出现 所以说呢 我也没有再讲 做法和刚才的牛棋是一样的 表现不同 但是做法相同 突破趋势线 突破高点 去追 刚才讲的都是三推牛棋 三推 只是说它推的方式可能不同 都是三推牛棋 那么实际上呢 也会遇到一推或者是两推 拿一推来举例 上涨 然后突然一笔急跌 急跌打到了均线 同时呢 我们就可以关注 它在微观上 是否出现了一个双底 或者是三双底 我们入场有两种 我在很早的视频 在2021年 上半年以前吧 我会在它下跌到均线的时候 直接入场 但是现在呢 我会更加右侧 如果说出现了一段的简单回调 它也打到了均线 是什么均线 我上期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 打到均线 然后呢 我一定是等待 它至少出现了一次 下破失败 加上上破 OK 那我会入场 有一个下破失败 有一个上破 常见的形态 就是外包阳线 我会入场 要么就是 它上破了 这一个小的冲码区间 我也会入场 但是我现在完全不会 在它刚跌到均线的时候 就直接入场 这也是我交易系统的变化 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右侧的交易者 好 看一下两推 尤其 刚才列举的是一推 那么可能是两推 两推牛旗 那么两推牛旗呢 我们会在它上破前方的高点 看一下我的推特 我的推特在这里 讲到了 延续 假设行情走的是牛旗回调 那么出现多个不断降低的 次要级别的小不断高点 我们要做的就是 突破小不断高点以后去追多 那么小不断高点 指的就是这个不断下降 那么如果说它 比较少见的走出了四推 很少见 走出四推 那么我们要做的也是在它突破这个高点 去入场 OK 两推牛旗突破以后 直接入场 下方止损 那么如果说这单 看样子不好看 它并没有给到距离信号 我们不做 比如说它过程中一直是一些 带有长引线的K线来突破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不做 那么我们就后续等它回调以后 再次创新高去做 这两种状态 好 两推牛旗的另外一种情况 刚才讲到的是突破以后做 如果说它在打到均线的时候 打到均线的时候 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大阳线 刚好打到均线 同时又有非常好的大阳线 我们也会做 但是这样的情况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说 越来越少了 普遍来讲还是更右侧的做法 OK 三推斜行牛旗 前面讲的是这样的有一个水平线 或者是收敛三角这样的一种牛旗 三推牛旗也可能是这样的平行通道 当然这个通道也可能是收敛状态 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 三推通道 跟两推通道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第三推通道的时候 因为三推通常情况下代表能量的耗尽 所以我们可以在三推通道的末端 等一个阳线入场 但是在两推通道 我们对信号的要求更严格 三推就要求没那么严格 因为三推通常代表趋势的结束 多多趋势发起 逆势趋势结束 那么延续主要趋势 所以说在三推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等一个好的阳线 直接入场 在三推的情况下 我们不是特别严格的要等待它突破高点 如果说在下方没有释放信号 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右侧等待突破 OK 简而言之 三推之后有信号就入 如果没有信号 那么就等它突破高点之后再去追 止损在下方 止盈往上拿 那么止盈止损 我在讲完这些之后会单独讲 在这里只是讲大概的一个理论 后续会把止盈止损具体化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横盘调整 刚才讲到了不同的牛棋 我们所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形态 并没有其他任何复杂的 讲一下横盘调整 横盘调整操作难度会比回调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在横盘调整的时候通常会等它阻力有三次验证了 阻力有三次验证 到这个位置下跌 到这个位置又下跌 到这个位置又下跌 那么在一个水平位上它出现了三次阻力验证 有些时候这些点可能会略微的降低 比如说这个点在这里 那么第二个点稍微低一点点 比这个点低一点点 那么第三个又低一点点 有些时候是完全持平 大概就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它已经出现了三个阻力验证之后 第四次开始挂单 如果说没有给到 变成了第四次 那么我们就在它上方继续挂单 等它突破 一定是它有三次验证以后的突破 否则的话很容易失败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刚才讲到的是下方不断的抬高的这样一种箱体 如果是标准的箱体 注意啊 我们所列举的形态都是有三次回调的 也是一种横向的三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这里有一个下破失败的一个强信号 外表线 我们经常讲外表线 因为它是我们经常做的K线 那么我们也是会入 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 还是保守做法 等它突破以后再入 那么简而言之呢 我们所做的形态 基本上就是这些 一推回调 两推回调 三推回调 都是牛旗 通称为所有的回调结构都是牛旗 那么就是横盘 OK 那么讲完了结构 然后我们再讲具体的信号 具体的信号呢 我们就直接上石盘来讲 因为简而言之 无论是什么突破 内包线突破也好 十字星突破也好 窄幅 曲线突破也好 高二高三也好 这个逆势突破失败的一个阳线也好 就是外包线嘛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是在阳线之后做多 简而言之 顺势而为 有均线 有潜在开单位的预期 然后呢 在阳线之后做多 举个例子 简单来举例 比如说很多的阴线回调 然后出现了阳线 然后阴线的回调 然后刚好呢 在这里打到均线 均线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考量的预期 它一定是大概的靠近了我们的均线 我们才会有开单预期 不会说太着急的去入场 好 比如说两段回调 在这里打到了 突然呢 来了一个大的阳线 打到了我们预期的均线 同时呢 又有非常强的阳线 那么在阳线之后呢 就可以做多了 OK 一定是见到阳线以后再做多 见到阴线以后做空 一定不要什么 一定不要说行情还在回调 还在跌 目前是阴线就做多了 我在很久之前 在2021年的视频 有一些时候呢 会分析这个能量耗尽K 在能量耗尽K之后去做多 当然了 我现在也会去分析能量耗尽K 但是我不会在能量耗尽K之后去做多了 我会观察 比如说出现了一回调 大阴线出来 我认为这根K是能量耗尽K 我以前呢 就直接进了 直接做多了 但是现在呢 会等它后面出现了一个 依附于这个能量耗尽的表现之后 出了一个阳线 这个阳线验证了 我认为它是能量耗尽的主观想法 也就是说我的主观想法 有一定的验证 我在这根阳线之后来做多 OK 来举例 我用三个走势来举例 两个是做多 一个是做空 都是我之前开过的交易 这些交易呢 在我之前讲Vegas的视频 也是有复盘的 在复盘找到对应日期的视频 我都是有讲的 而且这些交易呢 大概率我在当时的分析视频 也是有提前给大家讲的 OK 以后我尽可能多的还是录教学 以及录别人的系统 讲一些理论 讲一些逻辑 讲一些行情分析辩证的基础 因为这些是有意义的 行情分析已经讲腻了 不是长就是跌 每天说的都说烦了 好 我们现在不说废话 回到复盘 我们拿了一笔以太坊的多单 那么这个多单呢 我当时做的时候 是用Vegas均线来做的 但是在这里呢 也可以用EMA3060来讲 因为均线可以互相转化的 好 我们打开盘面 看一下这笔交易 是在这个位置开的多单 看一下 以太坊的多单 是4月1号的晚上9点05 就是这根K线去入场的 来看一下具体的交易逻辑 首先当前周期的均线推动级别 是4小时的EMA30 由于它运行的时间太长才回归均线 所以说呢它一次性就回归到了双倍均线 回归到了当前周期的EMA60 碰了一下就开始往回反弹了 碰一下反弹 对吧 EMA30 EMA30 然后呢碰到了双倍均线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潜在的开盘区域了 为什么 有一个上涨 是一个牛期回调 那么这样的一回调呢 我们很难给它规定 它是不是两推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记住所有的回调都可以被称为牛期 无论它外观是怎么样 好 现在呢达到了我们开盘区域 但是还不要着急入场 回到我前面的这个表格 这个列表 找到了趋势 找到了关键价位 已经有了总体的结构 那么我们还需要信号 还需要入场信号 并不是说我们找到结构就结束了 我在2021年上半年以前的视频 有很多交易是到了结构就结束了 那么现在呢更加右侧 非常的右侧 所以说呢 现在是看到信号之后再入 在这里 踩住这个均线上升 回到双倍 然后震荡K线 震荡K线 内包阳线 阳线上破 但是它上破的是这根K线的高点 它并没有突破前方的震荡区间的高点 这里是一个震荡区间 它并没有突破区间高点 那么这根K线呢 它突破了区间高点 我们在上破的时候做多 对吧 逻辑非常简单 见到阳线以后再做多 而且这根阳线呢 又是一个外包阳线 外包阳线是我们做的最多的信号 我们看一下 这根K线 它先是跌破了这根K线的低点 给人营造一种感觉好像要跌的感觉 但是随后呢 又上破了 它先下破K线的低点 又上破这个高点 所以我们在上方去做多 OK 又非常右侧 非常非常的右侧 我们入场以后呢 没过几分钟 马上开始拉升 随后几个小时到了止盈 非常简单 对吧 在前面这里呢 也是有一个外包阳线的 我们也是拿出来讲 当时做的是比特币 两笔交易 一个是比特币 一个是以太坊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的这笔交易 比特币做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之前用Vegas也是讲解过的 我们在这里呢 用这一套均线再讲一下 明白背后的逻辑 那么后续再寻找交易机会 去审视交易能否下单 就更加的清晰了 更加明确了 少很多疑惑 好 我们看一下 当前这一段上涨 如果说用EMA30 60 120均线作为标准的话 会是三小时的推动 对吧 三小时的均线踩住上升 然后踩住双倍 又踩住三小时的均线拉升 所以呢 三小时是我们当前需要关注的最重要的级别 好 我们来看啊 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横盘的调整了 横盘调整 那么如果说是看大周期 可能不是很明确啊 不是很明确 只有末期这里是一个窄幅区间 然后上破 那么也是一个好的信号 对吧 窄幅区间 然后上破 我们把这个位置换到小级别看一下 换到一小时 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出现高点下跌 然后呢 出现高点下跌 高点下跌 高点下跌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后续这个位置挂一个上破的多单 这个高点 这是第三次的高点吧 对吧 高点 然后去挂突破 或者是等它 这根K线出来之后 再挂都可以 就算你这里入场了 你也没有到的止损 对吧 我们当时在三小时K 也是可以看到 它最后呢 是窄幅区间的突破 在K线的 在K线的上方去做多 OK 在这里呢 我顺便讲一下指标 这个指标呢 我不是很经常用 但是新手可以参考 因为新手还不具备说直接看裸K交易的一个能力 但是随着经验的成熟一定是看裸K的 因为指标出信号的时候 K线未必有信号 而K线有信号的话 指标必然有信号 所以在新手阶段可以用指标作为一个过滤 一个审视来检讨自己 信号是否判断正确 因为信号一出一定是指标有信号的 但如果说你盯着指标看 你盯着指标看 那么你的胜率会大打折扣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交易呢 其实这个交易呢 我们当时看四小时K会更加的明确 因为在这里呢 有一个外包K线 三小时看不出来 三小时K呢 是一个窄幅区间的上破 但是窄幅区间的上破 也是我们的交易逻辑 我们看一下 窄幅区间的上破 窄幅区间的突破 也是我们的交易逻辑 我们常做的 在这里呢 带大家看一下指标 指标和K线一看 我们经常讲高二高三 第二第三 其实在指标上呢 也是掌握这个逻辑的 我们不要去死地硬背 这个到底是 第二第三去入场 或者高二高三去入场 不要去背这个东西 去理解 我们先说一下均线 看一下这个均线 均线出现了空头排列之后 第一次尝试金叉 失败了对吧 他尝试金叉 但是没有拉起来 他只是说 EMA30占上了EMA60 也占上了EMA120 但是他并没有带起来 失败了 那么再次金叉就成功了 就是第一次金叉失败 第二次成功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多头第二次发力 会比第一次发力的胜率更高呢 如果说这次又失败了 那么是不是第三次的胜率更高呢 因为大确实没有改变 我们做的是顺势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回到这里 来看一下这个指标 借助这个指标来寻找 看一下 行情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多头K线 我们把它标记为 第一次多头能量的尝试释放 因为这个指标非常简单 这里就是第二次尝试的释放 第三次 那么横盘的情况下 我们等待的时间会比较久 而且它更靠近零轴一些 第三次就成功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一定是等待它 看到这个多头能量的初步释放 往后看 外包K线 对吧 外包K线 入场 归零轴 外包K线 这里是第一次 就成功了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指标来看 我们再回到刚才的 以太坊的多单 以太坊是四条图 看一下我们做多的时候 第一次多头的指标信号 第二次就成功了 对吧 我们按照这个指标做的话 也是不会止损的 但是按照K线的信号去做 会更加的保守一些 简而言之 我们看这个均线 找到了潜在开单位置 价格也运行到了潜在开单位置 我们按照指标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出现这样的一个多头能量释放的信号 就可以去入场了 反复强调 当指标出现信号的时候 K线未必出信号 但是K线出信号的时候 指标一定是出信号的 那么这一点一定要去谨慎 以K线为准 新手如果说不太能理解这些K线的意思的话 一定要记得配合大阳大阴去入场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笔交易 下一笔是一个空单 是以太坊的空单 是这个位置的空单 时间是4月18号的早晨7.24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的空单 这个位置呢 我们先找到均线的推动级别 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是6小时的EMA30 也是到这里之后 它才实现了死差 这里虽然说推动下跌了 但是没有死差 这里呢 才是空头排列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笔交易 这笔交易呢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收敛三角的反过来 前面讲的是上涨的收敛三角 那么这里呢 是下跌 把它反过来 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同时呢 同时呢 也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断 不断的抬高的低点 它在这里呢 跌破这个位置 所以说做空 非常简单 没有任何复杂东西 往前看啊 看到这样的一个形态 横向运行的牛旗 通常被称作收敛三角 高点不断下降 直到创出新的高点 我们就直接开多 对吧 反过来是一样 下降趋势不断的出现 抬高的低点 创出新的低点 我们就开始做空 而且它又是验证了 我们所标记的 6小时EMA30的推动均线 所以说呢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指标啊 第一次空头的释放 第二次 第三次 等到第四次开始跌下来 如果说在这里 你只是盯着指标去看 那么这笔交易 肯定是止损了 如果说你盯着K线看 K线一定是出现了 大阴线配合这个指标 那么你就能够止盈 所以说呢 反复强调 如果说指标出信号 K线未必出信号 但是K线出信号 指标一定出信号 好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可以配合指标来看啊 讲到这里 一定会延伸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也经常在很多 期视频下方 有人留言 就是 阳线后做多 阴线后做空 那么是在盘中就入场 还是在K线收盘以后入场 比如说我目前锁定了 4小时K 4小时K线 那么4小时K线呢 目前是一个展幅区间 不断的在这里震荡 那么突然出现了一个K线 是一个外包K 那么我是在他外包的时候 直接入场呢 还是在他 正K线收盘以后 我在入场呢 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 我先说结论 在盘中入场 会更具有优势 但是在K线收盘以后入场 那么会具有更高的胜率 更高的胜率 不代表更大的优势 虽然说我们盘中入场 的确胜率会低一些 可能在盘中外包了 然后呢 收盘以后又变成阴线 对吧 还是刚才的举例 盘中是一个外包阳线 然后呢 突破的时候就入场了 突破这个界线就入场了 结果收盘呢 又收下来了 又变成一个外包阴线了 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 盘中入场 我们可以获得很窄的止损 还可以的胜率 也就是说 我们胜率是没问题的 盈亏比非常高 那么平均到每笔交易上 我们赚更多 而K线收盘以后入场呢 我们确实获得了更高的胜率 但是并没有带来任何的优势 好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我再列举一笔交易 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列举一个失败的交易 比特币 四角图的交易 好 我们当时有录视频分析 我在demo频道也有分享 这里呢 是一个突破了前高 比较大的幅度的拉升 然后呢 在牛旗回调的时候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牛旗 我们在牛旗回调的末端去做多 好 我们在盘中呢 我们注意看啊 这里是一个小K线 十字星K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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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十字星呢 是下破失败 它大幅低于了前面的低点 但是又说回来了 再随后呢 它大幅的上破 我们在盘中去做多了 三推牛旗 刚好打到趋势线 窄幅区间上破 前面有拉升 非常好的交易背景 但是盘中做多 马上又变成了 外包阴线跌下来 目前没有盘中的图啊 目前K线走过来了 回放的话呢 看不到盘中 如果说可以看盘中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K线 很多的人 很多像我一样 交易系统的交易者 都会去入场 我们来看一下 盘中它验证通道线 这个是一小时图 盘中验证这个通道线之后 一个长引线 马上扬线 OK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盘中入场的一个弊端 胜利会低一些 马上止损 我们当时亏了一笔整整的止损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盯盘 入场以后呢 就睡觉了 如果说是在盘中呢 我们看到它收下来 也会提前平仓啊 不会亏那么多 再来看这笔交易 我们前面列举了三笔交易 在这笔交当中呢 如果说你等到K线收盘以后再入场 你就赚不到这笔利润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是直接顶上去了 如果说你等到K线收盘入场的话 那么你按照盈亏笔去拿 上方也是没有打到止盈的 所以说收盘入场它并不会带来优势 它只会提高胜率 但胜率并不是优势啊 盈亏笔胜率匹配得来的 我在上个节评呢 就简单讲过了 如果说我们的盈亏笔是二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挣一笔是两千 然后赔一笔呢是一千 我前面这里呢 赔了是九千 赚的话也是九千 是因为我加仓了 我仓位比之前是扩大了一倍 我在这里呢 大概是用四千七四千八 不到五千的仓位来做的 一次赚接近一万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是翻仓了 翻了一倍的仓位 所以说呢 我亏的是九千 如果按照老仓位的话 我亏四千五 无论怎么样 我的账户都是盈利的 对吧 总体而言是盈利的 但是我的胜率并不高 继续回到刚才这个问题解说啊 我赚一次赚两千 亏一次亏一千 那如果说我两赚两亏是赚的 上期里面讲过了 那我如果两赚三亏呢 两赚三亏 我的胜率还不到一半 两赚多少 赚四千 三亏呢 是亏三千 我还赚一千 正常做交易 按照原则来做 就按照二零亏比来讲 百分之五十一大胜率很容易 那么这就可以挣钱了 我在很久之前 我在2021年以前 我是很追求高胜率的 现在呢 我反而放弃了高胜率 一定是有原因的 高胜率很难在长远保持低回撤 你想要高胜率 那么一定意味着你的账户 长期来讲会出现一次非常大的回撤 无论是谁 也不能够去改变这样的结果 很多华尔街的基金 做高端的算法 去搞量化 每天赚一点点高胜率 那么每隔一年一年半 它就会出现一次非常大的回撤 这是难以避免的 只有低胜率的交易 反而不会出现什么回撤 好 如果说你选择更高的盈亏比 比如说一次挣三千 然后也是亏一千 那么你想一下 你挣一次 你亏三次 你就是盈亏平衡 那如果说你挣两次 亏四次 那么你就还是挣的 对吧 所以说呢 高胜率不代表你具有优势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在盘中入场 还是在K线收盘入场 我个人以后 总体来讲 还是会保持盘中 只要突破入场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在这里 它只要给到这个位置 我就挂单就入了 挂突破入了 然后下方止损 都不见得会等到这个位置 因为通常来讲 它 直接上去了 或者是小幅回撤就上去了 不见得非要把止损挂在最低点 那么关于这个止损的问题呢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单独来讲 录在2022年的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视频 如果你想要做高胜率 其实非常简单 不需要任何的技术 你只需要 入场以后 把止损设得很宽 止盈设得很窄 那么你很轻松的做到高胜率 很多新手 很多很多的新手 刚入行就可以做到 70%多 80%多 85%的胜率 很简单嘛 扛单嘛 但是一旦亏钱 你就是亏比大的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的胜率低 他根本没有想清楚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很多稳定盈利的交易者 比如说 币圈比较知名的 肥宅 比特黄 这些人他都是做的 胜率比较低的交易模式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低胜率的交易模式 反而能够让自己的回撤更低 稳定的赚钱 好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 比上期视频会简单一些 因为已经找到了价位 已经给到了形态 我们就入场信号嘛 非常简单 在这里呢 我再做一些举例啊 做一些举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呢 这个视频就可以结束了 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疑惑 我拿这一段上涨的举例吧 我们赚的一定是趋势的钱啊 当我们观察到趋势发起的时候 这个发起是有依据的 有推动均线嘛 均线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拿这个K线来说吧 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大周期呢 它是采注的 两日的EMA30上升 那么刚好是打到四倍的均线 对吧 开始突破牛旗 突破牛旗 同时突破最近的一个高点 前面讲过啊 这样的牛旗 两推牛旗 大概是这样 两推牛旗 只是说刚才的这个图表更强啊 它突破以后直接上去了 两推牛旗 突破前方的小高点 当我们观察到发现趋势发起以后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根阳线的高点上方入场 比如说啊 在这里突破入场 在这个阳线上方 突破入场 在这里看到一个阳线 对吧 这种十字清线 不算啊 就所有的实体阳线 实体阳线 K线的上方入场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K线的高点是 49,544 K线的高点上方入场 这个K线高点上方入场 这个也是一样 K线高点的上方入场 一定是上方入场 OK 非常简单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交易 都是在这样的情况 入场的 最后再提示一下 我刚才说 在上涨趋势中 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根阳线上方入场 可以入 不代表一定要入 我们肯定是遵循我们的系统 按照系统指示的原则去入 不是说 所有可以做的交易 我们都一定要去做 我们只是选择去做 我们要做的 我们来市场是挣钱 不是为了参与交易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 赚钱的交易者 而不是做一个 做很多交易的 平凡交易的交易者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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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